我們看到這題 它說兩個等差單中 所N向核的比為多少 所以2N加是比上3N減幾是3 求第五向是比值是多少 像這題題目告訴我 核總核的比值 求像素的比值 基本上像這種題目 不管給核的比值給像素的比值 或是給像素的比值求總核的比值 我們都是用什麼等差中間相觀念 為什麼 因為在等差單中總核怎麼算 總核可以寫成中間相 乘以什麼 乘以個數 這樣行不行 中間相乘以什麼 乘以個數嘛 所以說基本上總核和中間相會這樣 會成比例對不對 可不可以 所以說注意聽 求第五向的比值 好不好 第五向的比值 所以說這有兩個等差 求這兩個第五向比值怎麼算 很簡單 你看一下 什麼叫第五向 第五向是誰的中間 是1到幾向中間 1加上多少 除以2之後會等於第五向 1加多少除以2 多少 9 所以說第五向比值 也可以寫成前九向的比值對不對 1加9除以2是等於第五向 所以說這第五向的比值也會省成前九向總核比值對吧 所以說你看一下 用九代 2918加422 一樣用九代 392727減掉12 27減掉1314 所以約分約掉 所以當時起7分之極 11是出來了 各位可以好 把這邊看一下 對嗎 對嗎 現在 我們好 走 好 我 我 爬 爬 爬